字幕作詞 字幕 李宗盛 語撥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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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什麼?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I know 接下來我們說 什麼?小米 說些很文明的文章 對,我們強力譴責我們的編劇 強力譴責我們的寫稿 強力譴責我們的導演 用我們說這些文章 我們今天說 文屎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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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到 對,就是 吻咯咯 吻咯咯 不要以為這個很噁心 有什麼好說呢? 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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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雖然沒有文化 有文化而已,連學化 是說什麼都可以好好說 沒有文化的 聽完之後就覺得這些是低俗 你就是很低俗 你要記住 逢是越是低俗的東西 去說,越不低俗 在你的口中越高俗的東西 說出來就越很低俗 在我們這些很低俗的東西 說出來就很高俗 其實我們所謂的 我們說一次 其實我們語而言 這個叫敏屎 對嗎? 嗯 然後我們今天開始就叫 拆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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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實呢 抹乾淨菊花 對,菊花 今天我們說這個 拆屎笛 你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每天 到90歲 到你100歲 每天我們都要排便 排便的正確次數 一日一至兩次 是屬於正常的 那你排便完之後 一定要清理垃圾 對吧? 就是要善後的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就說這個話題 就是說 你究竟懂不懂真正的善後 即是懂不懂真正的拆屁股 其實我相信 聽完之後 你要改你的三觀 你要知道原來以前一直以來 拆屁股都是錯的 厲害了 即是你不懂敏屁股 這麼大個兒子 哈哈哈哈 首先說拆屁股 我們當然要說 我們關於拆屁股的歷史 拆屁股其實有很多歷史 即是以前沒有刺指 小米你猜一下是怎樣拆的 拿手 對,很多人就以為是拿手 拿手指低做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近代史上 醫學有兩大發明 一個就是抗生素 這樣很明顯 打仗的時候很容易 抗生素 沒有抗生素就死了很多人 有了死不少 所以 但因為有了之後 就救了很多人的命 第二個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 公共廁所 嗯 是的 你好像枝一樣 你不要裝模作樣 其實這件事我也是對才知道 很刺激 對 這件事我也是對才知道 因為公共廁所在說什麼 公共廁所是因為以前 在我們公共廁所 被普及的情況下 很多人 因為被污染了 我們的水資源 公共資源被污染了 食物 很多食物的來源 都被污染了之後 我們吃回落土 我們吃回落土 對 真的 真是糟糕 所以人們經常說 你們真是糟糕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當時吃的本身就是 自己排出來的分別 嗯 所以 到了後期 你知不知道前期 那些公共廁所 不只廁所是公共 它連廁紙也是公共 對 公共廁紙 你說的是公共還是共用 對 共用 對 共用廁紙 共用廁紙很重要 共用廁紙就是 你吻我吻 吻完我再吻 你拉完就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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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拉 波波 你為什麼要拉一下 給我的份 然後呢 到了古來馬的時候 我們講講 我們這個 叫做 拆樓友的歷史 拆樓友的歷史 其實是 因為有人類開始 我們就必不可少做這件事 其實一點都不低俗 我覺得 因為這件事是必須的 但是 在古羅馬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 拿一條木棍 是 這條木棍在上面 製作棉花 很形象 很形象 神聖之棒 就是製作棉花之後 每一次 解手完之後 他就去 把這條木棍 那個棉花 取乾淨 然後 這個棉花上面的殘留物 怎麼辦呢 他就把木棍 撤去水 或者醋 鹽水或者醋 即是共用木棍 你再去的時候 又是 嘩 拿回一個 雙焦白微提微棍 然後 砰砰砰砰 又向著那裡 放兩東西 又塞回去 如此類趣 對 所以 很幻報 你終於明白 為什麼古羅馬的時候 木棍要這麼貴 那時候我經常以為 打仗用 其實不是的 你哪裏都去不到 你說 你只能用手指 用手指 那你就只能洗手 然後到了 這個 中世紀的法國皇宮 這個更加的形象 中世紀的法國皇宮 他是怎麼做的 真的要很高級的人 才想到這麼高級的想法 他是一條繩 一條麻繩 從千而降 一條麻繩 這條麻繩就是這樣的 比如我是皇帝 去 去解手完之後 我就要拿一條 這條繩 在我中間部位 不斷地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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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摩擦 摩擦完之後 這條繩 又掛在這裡 又不斷循環 對 這個就比木棒更加大發明 因為它是軟的 木棒硬的 但木棒有棉花 這條是麻繩 然後呢 皇后用了 就拿出來 不斷地很燒雲 左右左右 左右不斷擦 就擦到一條繩 斷為止 就要換一條新的繩 好可憐 對 真的居家旅行 必備良藥 鐵柱磨繩 對 李白曾經有去過法國 摩擦 對 麻繩也要摩擦 他要摩擦 對 接著呢 下一個就是古希臘仁 古希臘仁 古希臘仁就高級一點 他就在河邊 池邊 撿些河兩次回來 看著做得好痛 那也不算痛 他打磨 打磨成為一些瓦片 是筆的 你明白嗎? 好像匙羹一樣 刮例 以前古有刮骨療毒 古希臘有刮骨爛屎 我壞你的 用瓶來刮的 對 不要笑 因為這些是歷史 他們真的這樣做 接著 其實 不是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文明 都是這麼簡單 直接粗暴的 好像日本 日本人以前是用蟬翼的 蟬翼 蟬翼的透明 蟬翼 應該會挺舒服的 蟬翼 但它有咒接緊 會不會蟬翼在裡面 說蟬翼 接著 英國的貴族 比較油膩 它是用鮭魚片 即是用鮭魚片 鮭魚片 比較油膩 比較舒服 鮭魚片 對 鮭魚 鮭魚是一種魚類 然後殘暴的 維京人 即是打仗的維京人 所以 它是最上手 它是用羊毛的 羊毛 對 所以粗暴的男人 特別溫柔 天亮我生命的火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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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你別以為它們震戰沙場 塞着它們對待自己的感受 它們的感覺是很溫柔 所以 還不回來了 其實這樣 如何擦屁股是最乾淨 其實很多人都擦錯了 其實擦屁股真的需要學問 首先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屁股里面的眼睛 四边是充满了丛林灌木的 是粒粒粒的 你理解吗? 它不是想象中那么光滑的 所以我们的皮肤 就是四边的皮肤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嬌暖 它是比我们的臉更加嬌暖 就是皮肤更加嬌暖 你想不到它很容易受伤 也很容易流血 所以我们实验证明是用于光滑的指 它抹是愈不干净 对 所以你不记得小时候 我们常用日历纸去整潮它 用布纸整潮它 反而一剔过 好像我们抹东西一样 但是很多时候用光滑的纸巾 好像那些很高级的纸巾 抹来抹去 都未必是抹得干净 那些不是失业吗?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拆鼻股其实有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 两接 一尖 三转 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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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刷是什么呢? 这个真的是科目 专家统计 把刺子插两刷 就是这样拆鼻股 患痴疮的几率 是小半至17.53 即是你单面和两面是不同的 即是增加它的磨擦? 应该是干净一点 应该是干净一点 然后一尖是什么呢? 即是在中间的眼睛 要尖一尖 对了 三转 对了 对了 然后三转 就是一定要用手指用力 弄筹后 就要用四壁 开始 不断去三转 然后 从前往后 这个很重要 从前边往后边 插两次 但是呢 如果你濕热 你刚才说到濕热 这个话题 濕热 热气 你就尽量用到你的步骤 不断重复重复 令到颜色越来越浅为止 你明白吗? 对了 记住了 就是摺了 尖一尖 三转 二转 哇 这个真是太极推手 你学会了这道路之后 基本上你防狼 防什么都行 因为你知道 对了 对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颜色浅也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 用的时候 多数用一只手 嗯 在科学来说 用一只手 只会清潔到8.50 哈哈 就是左手吻完 对了 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 左手要慢动作 是真的的 就是你左手 因为左手就不回这边的角度 对了 你比较右手就回那边的角度 完全令它 立立令它打立 你明白吗? 对了 不同角度都要 对了 所以你女生就要更加注意了 嗯 因为女生一定要由前往后 嗯 这样去用这个步骤去清洗 因为不是就很容易 对了 就把这些邋遢的东西 推进去某些地方 你明白吗? 对了 对了 男人就无所谓 男人因为 畢竟她的距离也有些 对了 所以 有些 对了 那些是你经常见的 对了 我们是讲正经的 这些话题 这些学家和学伯 新的学伯 说的话题是特别深刻的 对了 所以其实 真正的 敏鼻鼓 怎样敏得干净呢? 其实最好是洗的 但我们不可能有人洗 就像日本厕所那样 对了 方便完之后 它会帮你洗 帮你洗 帮你洗 帮你加热 还可以帮你按摩 控干 消毒 杀菌 一条龙脖毛 坐在厕所里 磨两分钟 做了那个疼 二十分钟 好为了 鼻屁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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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好像那个食堡 好像吃寿司 点完再吃 真的很浓 所以很多人都要记住 今次回去各位观众也能试一试 首先我們再說一次雙手 對,兩節 點一點 三轉 二刷 嘩,真的,學會了之後 完全不要說 如果你在外面做這個動作,別人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千萬不要說他會識貨 你跟他說,沒有文化 你知不知道 沒有文化 連這些都不懂,我教你 所以看我們的頻道,是獲益良多 沒錯 我們是獲益新鮮的頻道 到最後,我們不如唱一首 好寫實的歌 屎為一刀屎 1,2,3 屎,你是一刀屎 好啦,多謝,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I know 喜歡我們的朋友,希望你能 訂閱我們 然後在視頻的下方,給個大拇指給我們 你的支持 是我們的畢生勇氣 OK,謝謝大家 I know 可以 好,高音樂 好,高音樂